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像现在一样嘛 动不动没有 动不动没有嘛 最好是我有银卡我自己去取 你要多少取多少 还是说一个月大概限定个数量吧 那一个月四千块钱总要了吧 朱女士 有可能吗 好好过 我睡不不了我自己 因为我跟他之前谈离婚的事情 谈了无数次 都没有一个最真的结果 不是说没结果 他不愿意做 我的意思很简单 家里该卖了卖掉 给我那一份给我 他就是不给我 要钱就是不给我 我并不是说 哦 所有的东西都给我 然后就离婚怎么样 之前谈到过离婚 一开始早的时候说 他说给他十万离婚 我说行 给你十万 他一听说十万 他说三十万 我说行 三十万 我也给你三十万 我说离婚 他一听说三十万 他说六十万 我说行 六十万 我说我去接 我去卖剩 我就给你六十万 后来我一说六十万也行 他说不理了 一百万都不理了 他又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我现在我同意卖房子啊 那好了 那就不要调解了 同意啊 之前我也说过卖房子 同意 那回去 怎么了 回去 给我的那份给我 不用调解了 我同意 他同意卖房子 我那份给我 那就算了 你来这儿的目的就是卖房子吗 我也受不了他这种脾气 我说句实话 我去年做死做华的说句话 一个月我汽车他都下不来 他知道吗 他要是我是他养的 我不想你养了 我不要你养了 行不行 只要你咱这句话 房子卖掉 给我多少是多少 我不想他养了 看到黄先生情绪激动 观察员廖喜玉来到了他的身边 决定暂时将其带入密室 稳定住黄先生的情绪 你的脾气真的有点激烧啊 他这样说说 那样说说 这样说说 我说不过他 我黄先生说句实话 十个黄先生说不过他一个 你看你输的时候人家没法脾气 你老婆没法脾气 如果他脾气比你炸 你说人家也早 那你们俩就谈不到一块 耐心的倾听 控制情绪 这是努力也是修养 你现在这么甚至下场 对所有的老师都是不积极啊 经过廖喜玉耐心的劝解 黄先生最终同意 回到调解现场 虽然黄先生在场下 对妻子表现得十分愤怒 但是心理咨询师刘晓红 却忍不住拿起话筒 他认为这段婚姻 之所以走到如今的地步 黄先生要承担主要责任 男方哈 刚才在厂商的话 你的老婆很明白地说了 他看中的不是你的能力 他看中也不是你有什么 家产万贯 你明白他要的始终就那么一点 他想找个父亲式的男人 父亲式的男人 你不需要能力太强 但是你要在我委屈的时候 在我难过的时候 你能说一句贴心的话 包容我 体贴我 他要的是这个 而你呢 黄先生 坦率地讲 他要找的是一个父亲式的 一个暖男式的这样一个丈夫 但结果他最后得到的是 一个儿子式的丈夫 你要明白他心理的落差有多大 你要搞清楚 人家做这么多都是为什么 都是为了你这个家呀 他无论是创业也好 甚至当一个女人 他能够说出 我宁愿我一个人来创业 带儿子养家 自己去支付这个房贷 然后我宁愿多少钱一个月供着你 你知道一个女人是多么不容易 能说出这样一句话来 没有哪一个女人 不希望自己的另一半 能够为我去分担分忧的 在我疲惫痛苦的时候 能够给我一些安慰的 但是他到今天为止 都走到这个地步了 如果还不是照照镜子去看看自己 你还不觉得自己缺失那个部分 你去不补足的话 你们这个婚姻怎么去维系啊 从始至终 黄先生 你的成长不是年龄的成长 心智上真的要长大一点了 这样一个女人艰苦创业 当她需要你在身边的时候 有没有说过一句暖心的话 我问你 如果你真是一个稍微聪明一点的男人 我不要说你用心 稍微用点大脑 擦亮给你的眼睛 你得搞清楚这女人苦了这么十多年 请问她苦的是为什么 你不能帮忙帮的都是道忙 反倒是出现很多纷争 当一个女人在辛苦创业的时候 她得不到安危 你还能争争吵吵 算了 我图个亲近可不可以 我带孩子 我来养家 我来养工厂 我来创业 我每个月多少钱来供着你 请问你还要什么样的人 你还要他怎么做 你现在还在嚷嚷着 你要家庭经济状况公开 我真的想问你一句 这么十多年以来 你为你整个家庭建设 你贡献了什么力量 以至于让你如此有胆量地说出这句话 我听到的是 你从正月到现在开始都拿了一个车 这里走那里走 包括你自己嘴巴里面说了一句话 我是去过工厂一次 请问你拿什么来拯救你的婚姻 黄先生你只要做到一点 像你说的 我知道我的能力有限 然后我对我妻子深深地尊重信任 我相信他能把我们这个家庭经营得更好 我百分之百地信任他 支持他 我就做他的嫌泪住 他在外面打拼 我把家里整持好 我让他睡到自然醒 我送孩子 老婆我就信任你 我相信你能带我跟儿子创造这美好的生活 我不拖你后腿 我不认老婆你在外面受了什么委屈 你回来至少有一张笑颜 有一顿暖饭 有一杯热肠 你真的只要做到这一点点啊 你真的只要做到这一点呢 你真正领 我可以推游你 你真正在说 你真正对 你真正面 我看不出你的 我看不出你 我看不出你 感谢观看